丁宇熙和邓恩熙主演的古装剧《长乐曲》最近热度很高 评价不输隔壁的柳州记 《长乐曲》改编自凤凰期的小说《长安同却名》 是个探案甜宠故事 《长乐曲》聚齐了好多大家眼熟的古装美人 像是东宫彭小冉 陈情令宣露 每一位都美出了新高度 以下古装剧《长乐曲》九大古装美人 陆锤锤小说官佩不是莱罗之 永安公主有历史原型 一 邓恩熙饰演颜幸 长乐曲女主角颜幸 小说里名叫朱颜 是个又美又聪明的女主角 颜幸自幼师诚 行不大于都思 习得一身断案本领 小说描述 颜幸从小不学无术 成天追在犯人后头跑 但年纪轻轻 就已协助破了大大小小的案子 颜幸不得已替嫁给沈渡 一开始沈渡对她完全没有好脸色 结果最后完全变弃奴 《长乐曲》小说中 沈渡为了保护颜幸 不得已写下和离书 后来危机解决 沈渡就想追回老婆 结果当然是迎来追妻火葬场了 颜幸越想越气 完全不想理她 而沈渡追妻花招百出 各种撒娇求原谅 还写了首诗 半夜跑去念给颜幸听 为了求老婆回来 面子都不要了 全京城都想看沈大人什么时候能把老婆追回来 最后两人当然是有圆满结局了 最近好多观众都被邓恩西的古装扮相美到 她是2005年出生的小花 比00后的赵金脉年纪还小 邓恩西是TF Boss 时代少年团的师妹 被经纪公司时代风俊力捧 《长乐曲》是邓恩西第一个比较有知名度的作品 不少网友都称赞她 古装扮相很美 演技也不错 和丁雨昕很有CP感 二 萧燕饰演陆锤锤 《长乐曲》不止主CP 许多人也喜欢陆锤锤和莱罗芝的副CP 天真阳光小白兔VS抢取豪夺阴暗灰狼的设定很好嗑 不过小说中陆锤锤的官配CP其实不是莱罗芝 而是江郎行 原著小说最后也是和江郎行有感情线的 《长乐曲》饰演陆锤锤的萧燕大家可能不太认识 但她其实是个隐藏的收视女王 萧燕和赵露丝 于书欣同为九五后小花 但她不走流量偶像路线 之前曾主演年代励志剧《小娘惹》 创下单集最高收视率2.2%的记录 萧燕也演过居静一新白娘子的青蛇 当时的古装扮相曾引起注意 3.毛玲玲饰演永安公主 《长乐曲》永安公主是个心机深沉 野心勃勃的女子 她一直推崇女子为官 认为女子也可以当权长士 这人社活脱脱就是个大女主啊 不少网友认为 《长乐曲》永安公主的人设 可能参考了历史上的太平公主 而距离太皇太后对应的是武则天 太平公主是武则天的小女儿 姿色美艳 喜欢权势 而且颇为风流放荡 她不仅大肆包养男宠 甚至将自己的情人 推荐给了自己的母亲武则天 而历史上太平公主 最后也被刺死 话说大家有认出演员毛玲玲吗 她就是《兰陵王》里的恶毒女配正儿 这次在《长乐曲》 好多人都觉得她古装美番 4.轩鹿饰演徐婉 长乐曲 徐婉也是大家很喜欢的角色 她是太皇太后的左膀右臂 识人名辩 处编不惊 多次帮助沈渡 但无关乎男女情爱 是个很有魅力的角色 《长乐曲》 徐婉也被认为有原型 是历史上的上官娃 上官娃因为聪慧 被武则天重用 有金国宰相之名 演员轩鹿 大家应该不陌生吧 就是陈情令师姐呀 陈情令播完后 许多演员都大火 但轩鹿的星图 没有那么顺利 今年除了长乐曲外 她也在与凤行 当了赵丽颖的女配 饰言神丽母亲刘宇 五 彭小冉饰演少年版周许 《长乐曲》把东宫彭小冉找来客串 彭小冉客串了年轻时的太皇太后周许 太皇太后的原型被认为是对应武则天 不得不说 彭小冉的古装真的美出了新高度 不少剧迷都说 彭小冉在《长乐曲》里的古装 是她在东宫之后最美的一套造型 真的很适合她 彭小冉在东宫之后 一直没有推出更有名的作品 不过彭小冉接下来的代播剧很有看点 有合作《人家伦》的《凤凰台上》 以及合作《龚俊》的《暗和令》 都是重磅古装剧 六 宋方元饰演云雀 长乐曲 云雀是个敢爱敢恨的女孩 她当街拦叫 声称有证据要呈给沈渡 后来还住进沈府 更以女主人自居 一进沈府就各种以女主人的名义管东管西 让人看不下去 不过沈渡心中当然只有严姓 云雀的出现根本就是为了推进主角进度啊 饰演云雀的宋方元也是个古装美人 她演过甜宠网剧《山寨小盟主》的西域公主阿丽埃提 还有以家人之名 林霄同母一父的妹妹小橙子 之前宋方元曾在节目中透露自己的身世 她其实是个弃婴 被养父母收养 闯荡演艺圈是为了让养父母过好日子 坎坷身是很让人心疼 7.张凯莹饰演颜采薇 颜采薇是颜姓的姐姐 本来要嫁给沈渡的是她 但颜采薇心中已经有人了 于是逃婚 这才成就了颜姓和沈渡的姻缘 演员张凯莹也是个古装美女 她去年出现在仙侠剧《护心》饰演《幻妖一族》的《幻小嫣》 接下来也会出现在诚意和李一桐的《狐妖小红娘》 王权篇《严女配》 8.李若嘉饰演陈火娥·莱罗夫 长乐曲《陈火娥·莱罗夫》是一对命运坎坷的双胞胎姐妹 一个留在来家 成为莱罗芝的姐姐 一个被当成英王的底牌 演员李若嘉也出现在不少古装剧 曾参演赵丽颖的《楚桥传》饰演《忠心不二》的《众语》 还有《莲花楼》的《两一仙子》 9.赵珂饰演金姨娘 长乐曲《金姨娘》是颜姓的母亲 金姨娘虽出身卑微 女儿竖出 但她并没有忍气吞声 反而会在关键时刻站出来保护女儿 不过金姨娘也很可爱 小说中当她得知严姓要替嫁时 金姨娘表示 我们六娘今年也方才18岁 年纪小脑子又不灵光 这长得又不好看 除了看死人和罪人别无所长 必是不讨那神度喜欢 一嫁过去 那保准会倒霉的呀 哪有妈妈这么嫌女儿的 拉近说些大实话 演员赵珂大家应该不陌生 在如意转眼的作作又无脑的玉飞 让人印象深刻 还在坠续饰演女主角的母亲姚平儿 为人善良 始终支持着女儿的事业 她也是庆余年范思哲的母亲 是妈妈专业户 长乐曲看点 丁雨昕 邓恩熙 CP感爆棚 高岭之花婚后变宠妻狂魔 长乐曲融合了浪漫爱情故事 以及悬疑烧脑的案件 再搭配上两人新鲜的CP感 刚播出便引来热烈的反响 剧外高甜的传递玫瑰名场面 更让观众直呼 太甜了 根本看不出两人实际相差十岁 一 长乐曲剧情介绍 长乐曲讲述严辅数女严姓 有着一身断案本领 总能透过蛛丝马迹找到答案 长大后的她 考入刑部 成为一名励志伸张正义的女官 但因三姐逃婚 而被迫替三姐嫁给内卫府大哥灵沈渡 惊中离奇的案件频频发生 严姓与沈渡二人一起破案 并在一次又一次的关键时刻 互相扶持 感情逐渐升温 携手揭开惊天阴谋 共同守护香安城的安宁 2 爱情结合悬疑题材 不同于以往的古装剧 长乐曲剧情结合了爱情 以及悬疑破案题材 不仅有动人的爱情线 还有各种复杂案件等着主角们破解 长乐曲更打破了大众对女性的固有思维 传递了女子可为官 公主可为王的大女主思维 跌宕的故事剧情 在搭配上冷面少年与鬼马少女先婚后爱 开播后便引起粉丝们热议 直呼越看越上头 3 先婚后爱 后知后觉老婆是白月光 在长乐曲中 冷面大哥灵沈渡与她的白月光严姓先婚后爱 但她却在成婚一段时间后 才发现 颜姓是她童年心底一直藏着的那个人 其实 沈渡这个高领之花 与颜姓成婚后的日夜相处中 逐渐喜欢上了对方 颜姓为了破案已深入局 而沈渡总能与她默契配合 在关键时刻保护着她 冷面少年的态度转变 以及两人的甜蜜互动 让CP感溢出屏幕 爱上颜姓后的沈渡 更直接化身宠妻狂魔 有夜盲症的她 强忍着不适也要为颜姓关灯 只因颜姓开着灯会睡不着 出门查案秀假恩爱的同时 也不忘花重金买发簪 温柔地帮颜姓带上 看到颜姓被为难 她更是跪在地上露出心疼的神情 高冷的沈渡从冷言冷语 转变成情不自禁的眼神追随 网友们笑说很难相信你们一开始互相厌恶 恩爱是假的 动心是真的 4 戏外互动比戏里更甜 在长乐曲的团宗阿福派对中 邓恩西需要用嘴 一根一根接过丁雨昕咬着的玫瑰花 接到第三根时 丁雨昕已缓缓松开嘴 但邓恩西却迟迟咬不到玫瑰花 两人的距离越靠越近 而玫瑰花掉落时 两人相视一笑 邓恩西害羞地解释着自己不是故意的 丁雨昕便温柔地安抚她 游戏画面一出 网友直呼狠狠地磕到了 根本看不出来两人实际年龄差距10岁 5 丁雨昕冷面大格陵沈渡 丁雨昕在《长乐曲》中饰演冷面大格陵沈渡 铁面无私 心狠手辣 人称白无常 因患有罕见的雀木之症 所以怕黑 小时候 家族遭遇冤屈 而成了最臣之子 长大后 凭借着高强的武功以及清晰的头脑 为太皇太后排忧解难 实则是为了调查父亲的冤案 6 邓恩熙叛逆大小结严姓 邓恩熙在《长乐曲》中饰演足智多谋的严姓 从小诗成刑部大玉都司 擅长断案且为人正义勇敢 一心想成为独当一面的女官 长大后 为保全家族 而替逃婚的姐姐嫁给沈渡 但其实两人早在小时候变相识 也在儿时成为彼此心中的光 照耀且治愈着彼此 成婚后的两人携手办案 严姓总凭借着过人的智慧屡屡破其案 而她高冷傲娇的丈夫一次次地在关键时刻保护她 也让她渐渐确认了自己的心意 7 反派男二强制爱纯真女二 毛子俊在《长乐曲》中饰演的反派莱罗芝 单恋着萧燕所饰演的天真女主 闺蜜陆垂垂 虽然不是官配 也并非互相喜欢 但是莱罗芝丰批并交的强制爱 在搭配上两人性格上的反差 获得剧迷们的喜爱 认为男二女二CP意外好科 8 改编自原著小说《长安童雀鸣》 《长乐曲》改编自凤凰期的小说《长安童雀鸣》 是一部古风悬疑类小说 讲述着庶女朱颜凭借自身才能成为九品书令史 因姐姐私奔而被迫代替姐姐嫁给大哥领沈渡的故事 9 刘宇宁现唱主题曲《长乐曲》《请来刘宇宁》 西里奈伊 高 徐子墨等人现唱Ost 其中刘宇宁所现唱的主题曲《一往无畏》 凭借着动人的旋律以及富有深度的歌词 收获了大众的高度喜爱 歌词表达着人生中的奋斗以及情感上的思念 与《长乐曲》剧情相呼应 让剧迷们获得视觉与听觉的双重享受